我們今天所講的就是經歷聖靈報道法 就是剛剛Steven分享的報道法 就是一個幫人經歷聖靈 然後帶領他信主的一個方法 這個也是合乎聖經的 其實很多人傳福音 很多基督徒會停止傳福音 大家統計一下 不要介意 這裡有幾個人 曾經向過 一個兩個三個或以上的人傳福音請你舉手 總之一向過人傳福音 那就是主要很多個 大家舉高手 再看一看周圍有幾個 OK 有幾個曾經向過十個人 十個人傳福音請你舉手 十個人或以上的 少些少 OK 放下手 請你向二十個或以上的請你舉手 都有不過都是少了些 請你向五十個 五十個或以上的 又更少些 請你向一百個 很好啊 都是還有 即是說什麼呢 傳傳一下就停了 為什麼呢 有很多原因 有時候是第四個原因 沒有傳福音的對象 有時候已經傳了 不過其實有的 你去老人院啊 去公園啊 去醫院啊 去探人啊 譬如有時候 有人叫我去探病人 我不是只探那個病人的 我探了他的家人的 因為一起來的 可以傳福音 全部可以為祈禱的 所以我們有時候有人說 叫你去探病人 你去探那些周圍的 那些人 就幫助他們 那你就會有很多傳福音的對象 為什麼很多人停止傳福音 因為呢 失敗過 失敗過覺得很困難 或者遇到困難了 覺得沒用的 傳福音 都不相信的 或者撞板了 以前不相信 那魔鬼很開心啊 哇 基督徒傳了又不傳了 哇 魔鬼在這裡拍掌啊 看誰都不做事 這個就是魔鬼成功的地方 但是呢 我們不要讓魔鬼成功 是不是 我們不要讓魔鬼成功 我們首先有這個憐憫的心 我們一起讀馬太九章三十六節 他看見許多的人 就憐憫他們 因為他們困苦流離 與同樣會有獨人一般 於是對門頭說 要收的莊教多 做工的人少 所以你們當球莊教的主 打發工人出去 收他的莊教 要收的莊教 多不多啊 很多 但是呢 工人怎樣 少啊 所以我做這個訓練課程 就是想興起工人 出去 受訓練 不用怕的 其實其中的怕就是 怕練猛 是不是 其實不要緊的 當你越傳福 你越有榮耀 你越是有膽量的 反而是那些人 那些人呢 他們自己 即是說 被你傳福音的人 他不信的時候 看得出 為什麼這個人 這麼有喜樂 這麼有平安 這麼有信心呢 顯出你是更加是 神喜悅的人 所以呢 我們不要因為 他們的緣故而放手 而是呢 神幫助我們 提升我們 成為有膽量 但是呢 柔和的 柔和傳道的人 是柔和謙卑的 好了 要收的莊家多 做工人少 所以我們要求莊家的主 求神去猜派工人出去 求神猜派我們每一個出去 其實呢 你們收電郵 有沒有收到我一個 張領的聚會 有沒有看到的文件 這個聚會 就寫了給你看 那些聚會 當然有時候會 撞你的時間 但是呢 這是一個機會 尤其呢 其中是有宣教的 短宣的 即日來回的 那那個呢 是有機會 為到一些有需要的人 祈禱和向他傳呼音 那呢 是給大家一些機會 所以希望大家會回應 就是 有這個憐憫的心 去真是收這個莊家 以蔡學書六章八字 一起讀一下 我又聽見主的聲音說 我可以猜染誰呢 誰肯為我們去呢 我說 我在這裏 請猜染我 我們想一想這句說話 神講的時候 那種語調是怎樣 我可以猜染誰呢 誰肯為我們去呢 這句說話 如果 譬如你 拿一個蛋糕回來 你需要說 有誰肯吃我這個蛋糕呢 誰想試一下呢 你需要這樣說嗎 不需要 你只要說 看看吧 蛋糕 那些人馬上會走過來 你不需要問 誰想吃 每個人都自然 一見到蛋糕已經是想吃的了 但這句說話 我可以猜染誰呢 顯出一種神的內心裏 有一種的憂傷 誰肯去呢 事實上很少人肯去 在一個教會裏 很多時候真的肯去的人 可能只有百分之幾 是很少人肯去 所以很多人沒有機會去聽 沒有機會去經歷神的作為 其實我們每一個都可以的 希望我們都對神有回應 我可以猜染誰呢 誰肯為我們去呢 這裏呢 就讓我們看到三人一體的真神 聖經裏面其中的部分 用過我字 然後用過我們 沒有理由的 誰肯為我們去 是包括天使的 不會的 聖經講到也都是 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象做人 記得嗎 在創世紀有說嗎 就是我們 三人一體的真神 是中數的 這個我們 誰肯為我們去呢 誰肯為神去呢 這有幾個願意呢 求神幫我們衝破這個懼怕 你救了一個人 是否保貴呢 其實一個人在地獄裏面 是很慘的 是非常慘 是不是 一個人在天堂呢 就是非常什麼 非常開心 非常好 是很大的分別 真是一線之差 當年一信耶穌呢 他就去天堂 和他今生得祝福 是一個很大的恩典 所以我們希望 我們大家想到 一個人 他被得救那種的淒涼 慘的情況 然後信耶穌之後的改變 但有時候有些人說 不行不行 做不到 但是神呢 祂就是次能力給我們 去全容呼音的 這個經歷聖靈報道化 我首先解釋一下 為什麼我會有這個傳呼音的方法 在我當我經歷聖靈之後呢 我呢 都曾經說 1998年 有個報道家為我按手祈禱 即時經歷到電流 即時經歷到神的愛 很大的感動 哭了很久 很安慰 很釋放 然後呢 我在教會裡面呢 其實就是有個人要求先的 要求我為他按手祈禱 然後按手祈禱 好了 還有周圍的人呢 都說感受到能力 那我就很奇怪 因為幾天之後的事 我就 在我一經歷 我第一樣做 我就真的有很多祈禱 因為我真的看到 原來神可以跟我們這麼近 可以這樣經歷神的 還有可以這麼大的能力 我第一就說 我要保持這種關係 第二我就說 我都要好像這個報道家 有這種能力去為人祈禱 我就用很多時間祈禱 那我就 以為呢 要等很久很久 才可以帶有聖靈的能力 但是幾天之後 因為有一個教會 有要求我 我跟他趕邪禱 那我跟他趕邪禱的時候 他就說感受到能力 然後我就在教會裡面呢 就 逐個人為他祈禱了 就是 當我發覺 原來呢 神已經將能力賜給我的時候 也都賜給你們的 我就開始為教會裡面的人祈禱 其實當時呢 教會裡面後來有誰呢 就是有郭師母和仲恩在那裡 他就在那裡 他看著我呢 是逐個逐個人 逐個逐個去幫他祈禱 那時候仲恩很小 12歲左右 那來到呢 他媽媽都說他 來到我們教堂 整個人變了 整個人呢 哇 對耶穌很熱切啊 很真誠啊 很認真啊 很有反應啊 這樣 那郭師母就經常跟我安排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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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舒服 很平安 很輕鬆 或者是覺得他有能力 那我也試過一次 十年我和一個人祈禱 在那裡為那些人祈禱 那那個人呢 我就感覺他的謠和那個能力進入 那我就說 在這一陣子我覺得能力進入 是不是你都感覺到它是呀 就是我一覺得是的時候 它又覺得是 原來我們是兩個同樣的經歷 那我就開始使用這個方法 就是祈完託之後 我就叫它閉上眼 因為開眼它會分心 我就說請你閉上眼 請問在祈禱中有沒有什麼經歷 那它就跟著說很鬆很舒服 這個姊妹又說 很熱 這個就是一種能力 神的能力臨在 我們當中也有很多個 有幾個在這段時間來到這裏有經歷的 請你舉手 來到這裏在祈禱之中 有經歷的請你舉高的手 神是很真實的 可經歷的再舉高舉高 舉定 你看到周圍的人 神是可經歷的 而很多人經歷神 他沒有使用來傳福音或者建立靈命 就這樣祈禱 他就很感動 接著說拜拜 就走了 沒有繼續去使用這件事 那我就開始 當我祈禱的時候 發覺那些人經歷 我就問他有什麼感受 那他就說很平安 那我就告訴他 耶穌說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 他說很輕鬆 那我就告訴他 煩勞苦擔重擔的人 可以到我這裏 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如果覺得安慰 就醫好傷心的人 覺得身體很舒服 輕飄飄 我就說 叫我肉身安然居住 在詩篇十六篇那裏說到 就是說 原來那些人 祈禱了經歷 都是聖經所說的 那我就告訴他 耶穌這樣祝福你 你想不想 以後耶穌祝福你 他說想 那我就帶上耶穌了 這個就是我所用的這個 經歷聖靈報道法 我就給他一個名字 其中也都有不同的例子 有一個我曾經說過 有一個婆婆 她有心臟病 糖尿病 中風神衰竭 但騎到她都說舒服 但她總是說 不肯信耶穌 因為拜了觀音很多年 但後來呢 那半年她忽然間 神就拍拍她 後來走不是鬼拍 是神拍拍她 然後她說 二牧師在哪裏呢 因為我覺得是神感的 她忽然間就會找我 但其實我已經沒有去過半年 去到呢 就慰祈禱 她即時很舒服 即時很舒服地問她 那我說 即問她 她就說很舒服 那我說 那觀音有沒有幫你啊 她說沒有 佛祖有沒有幫你啊 那你要信真是信假 那信真 那她真的馬上信 馬上洗禮好不好 又洗禮又好 那拆有像好不好 又拆文有像 即時相信 即時呢 她人就舒服了 她全家人都作見證 就說呢 哇她現在好像一個BB 那樣 真的很舒服 就完全是沒有 不辛苦的 並且 他們就說 醫生說她本來很痛 但呢 結果她是 不是很痛的 即是沒有覺得她很辛苦的 好像一個BB 那樣睡得很舒服 並且有一晚呢 就看到一個天花板 一邊看一邊 在那裡笑 一邊看另一邊 所以她 初來以為她醒了 原來她是不要醒 她是 應該在夢中 見到異像 她就打開眼 但是呢 她跟著又黑了眼 又睡覺的 即是她見到一個異像 那她家人就很開心 因為她大半年都沒有什麼 說話 更加沒有笑 即是經常都在那裡 很苦口苦臉 但那一陣呢 她就笑 她就覺得很開心 見到她笑 還有覺得她見到天堂的事 所以很安慰 她就加了很多個信耶穌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 我用這個經歷四年報道法的一個人 其實大家都可以 其實我們周圍很多人不開心的 當你學了這個方法 你肯去用呢 你將來會幫到很多人的 那第一二點就是 神是可經歷的 其實很多人傳呼聲呢 就是覺得沒有果效 不知用什麼方法 那其實有很多人曾經 因為以前我曾經試過 有很長的祈禱會 或者我有時 有時都有人帶人來找我 有些人說 我跟他傳呼聲是不相信 我說你叫他來吧 那來了經歷聖靈 立即又相信我 就是她看著她 初時說不相信 但她經歷到神那麼真 有些人就即時相信了 尤其當她有重擔煩惱的時候 她覺得是非常好的 其中有一個十九年 抗操抑鬱症 一個女人來到 她祈禱 她說 整個人鬆勢又充滿喜樂 她又很肯祈禱 其中一段時間 一路充滿喜樂 回家 她本來十年都沒有煮過飯 你想想 十年多久 現在二零一四 即是二零零四 即是那時很久之前 已經是一九 可能二千年左右的時候 她居然是十年 她居然是十年 你想想 由一九九零年至二千年 是沒有煮過飯 然後她忽然回家 忽然心血來自 她沒有告訴我 她自己不是說我沒有煮飯 她自己就去買菜 買菜 還平時坐的士上斜路回家 她又不回家 她又走回去 走回去 就煮飯給家人吃 那家人是很驚奇的 就是一次的祈禱 很大的改變 就是神是可經歷的 那第一個就是 重淡得釋放 這些經文請大家記得 那其實我會傳那個powerpoint給你的 你可以看回的 經文就 買了十一章二十八節 大家都很清晰這個經文 勞苦擔重淡的 得到按釋 因為時間關係 我現在是比較省 省略地去go through 這些經文 講這些經文 那第二呢 就是可以 這次我就是重淡 有些人說心很重 有些人說 其人都鬆了 那第二個呢 就是平安 那個人很平靜 很舒服 很平安 就是約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節 那裡說 我留下平安給你們 我將我的平安刺給你們 這個刺給你們 就是說之前是不平安的 然後我給你 很多人的平安的觀念是什麼呢 啊 想到天堂 我想到就平安 這個是好的 不是錯的 不過耶穌不是說這件事 這個是你想到 然後帶來平安 耶穌所說什麼呢 你本來沒有 我現在給你 所以不是想出來的 即我們基督徒可以想到有平安 但這個是耶穌親自給我們的 這個就是經歷了 經歷神呢 為什麼我會用經歷這個字呢 我問的時候 我不是問他 通常不是問他什麼感覺的 我說你有沒有什麼經歷 不過有些人不懂得說 我就會問他什麼感受 因為他不懂得說 為什麼我會用經歷呢 經歷和感覺有什麼不同呢 因為感覺是會搖動的 有時高有時低 但是經歷呢 就是你經歷過神 來祝福你一下 你有沒有什麼經歷 有什麼 他不懂得說的時候 我就說感受 就是神可以將平安給你 本來沒有的 祂是給你 所以這個經文就告訴我們 你看看 是加了一件給我們 那這個呢 就是一個經歷了 另外呢 就是經歷神的愛 聖靈將神的愛 囂灌在我們心裏面 這要說的 也是倒在心中 倒在心裏面 本來沒有這種愛的 忽然間倒進來 那我自己在1998年 就是經歷這件事 哇 那種震撼性是難以想像的 而我呢 聖革的神給我 是好像彼得那樣的 當我一震撼 哇 真的馬上要告訴別人 還有呢 不斷地保持 我亦都有試過 有一次呢 我就跟一個人祈禱 在電話 我就說 神啊 用你的愛來愛我們呢 我一說 我是即時感受到很大的愛 即時呢 嘩 我就哭出來 即時那個人都聽到 即時嘩 他就哭 即是神的我馬上來到 而我現在呢 一想耶穌呢 我隨時隨著 整個人感受被愛這個感覺 我們都可以的 如果你天天都相信神的愛呢 你就會天天呢 你祈禱呢 你是可以感受到神的平安 興省 喜樂 慢慢地感受愛 愛是比較難經歷的 聖靈真是將神的愛 這個囂貫 即是說不是想出來 有些人就 想到天堂 真的覺得被愛 但這個意思不是想出來的 是真是倒日來的 是神傾倒給我們 好了 還有身體舒服 這是很多人都有經歷的 我們一起讀一下 詩篇十六篇 第八節九節 我將耶穌環常擺在我面前 因他在我右邊 我便不治療動 因此 我的心歡喜 我的靈快樂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很多人對這個觀念有些疑問 為甚麼呢 祈禱會舒服 這是甚麼宗教來的呢 為甚麼會說祈禱舒服 應該祈禱是生命更新 靈命長進 但有些人的觀念就是 神只是幫靈性 我想問大家的問題 我們的肉身是誰做的 如果神做的 神會否祝福身體 會的 所以祈禱會身體舒服 是沒有違反聖經的 神也祝福身體的 有些人以為 祈禱只是幫靈性的 不是的 幫助身體的 所以這個肉身安然居住 在祈禱的時候 身體會舒服 是一個很多人的經歷來的 這件事告訴我 神真的來祝福我們的身體 尤其是病人是很大的幫助 很多病人祈禱 有很多種的醫治 有些人是舒服一點 這樣已經很好 我都告訴你 有一個是癌症病人 正在做化療 我在醫院做化療的地方 看到她說 我很辛苦 跟她祈禱好 她說很舒服 這件事完全不是我能夠控制的 對吧 我怎麼能夠控制 她在化療的時候 能夠舒服呢 但是她即時舒服 我都說過後來她回家 她又祈禱又舒服 所以她就告訴她的兩個女兒 這就是神很真實的工作 真是叫人身體舒服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就是病情改善 第三個情況是即時沒有了 即是不同的都是醫治 我們幾種都是告訴你 這都是神的醫治 神的祝福 譬如今天有一個姐妹 為她祈禱 她是有關節的毛病的 一祈禱她就說 舒服了很多 是不是 舒服了很多 即時舒服很多 其實這種情況我試過很多次 我還記得那時候 我初經歷聖靈的時候 有一個弟兄 他就 撞車 撞他的電單車 全身的骨很痛 跟他祈禱 他說即時覺得舒服 有另外一個就是 那個滑板 一撞 掉到地上 一隻手一撐住 怎知道 那隻手 那些骨又有些折 還有有 不動得 又痛 就去了急症室 他那時候已經習慣了 一有什麼事 就打給我 當然我希望大家 你們將來就 不只是打給我 而是你會立刻為他祈禱 他就打給我 我立刻為他祈禱 在急症室等著的時候 祈禱他祈禱 咦 現在可以動了 咦 現在沒那麼痛 我也有一次 有一個姐妹 那時候她還沒信耶穌 我去探一個教友 她的媽媽 她是給一把雜刀 雜下來 她的手指又不是斷了 不過呢 就 傷了一半 那些手指不是很動得的 一祈禱 立刻動得 就是神是很討厭的 是很奇妙 只要你整天愛耶穌 相信耶穌 多祈禱 你就會帶著這個能力 就是肉身 安然居住 也都睡覺睡得好 有些睡覺睡得好 十幾年睡覺不好 忽然一期完蛋 立刻睡得好 在宣教的時候 有個婆婆出來 前一晚和他祈禱 那個牧師說 這個人很多年失眠 好 叫他聚會之後留下 再為他多祈禱 祈禱第二天 那時候呢 我還跟誰一起去呢 阿靖去 是的 那個牧師就說 我們以前來的那些牧師 為人祈禱 就會叫人們出來分享的 那我聽完好 那我們試一下 但阿靖說不行的 他們很抱手的 他們不出聲的 他們不肯的 那但是呢 我說 不要緊要試一下 不要緊要 不死得 我沒有用不死得 那我就不緊要 那第二天我就問 有誰昨天祈禱 有經歷的 有改善的 那個婆婆就跑出來 很大聲 啊 我十幾年都睡不著 我昨天第一次睡了八個小時 真是很神奇 那我以前我住那裡 樓下有個女人 她又說她睡覺 又失眠 我跟她祈禱 她又說即時改善了幾天 為甚麼改善幾天 因為她沒有繼續祈禱 我雖然叫她繼續祈禱 但有些人就是不聽話的 其實這些經歷 我是很多很多的 就是有人呢 她說 跟她祈禱 接著她就每天都想耶穌 接著她說 那幾天就沒有了 那我說你祈禱多少 一會兒 一會兒 幾分鐘 那時候呢 就保持不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 每天 專注時刻 加長 和整天都在想著耶穌 愛著耶穌 神的動作就加強了 肉身就安然居住 很多人就會身體舒服 心靈的衣治 以出下輸入一章一到三節 這裏說到呢 這裏說到是聖靈的 主要是靈在我身上 神的靈在我身上 然後呢 差異我傳好信息給謙卑的人 和差異我醫好傷心的人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喜來遊代替悲哀 這裏說到心靈的醫治 在舊腰已經說了 其實耶穌也有說過 勞苦丹重丹的人 來到我這裏呢 可以得安息 這裏就是一種心靈的醫治 這裏也說到 醫好傷心的人 這裏是我常見的 大家最後都見過很多 是不是 一些哭得很緊 就是心靈的醫治 心靈的安慰 就是你都可以有的 有時呢 在香港呢 你就會難少少 見得很強烈的釋放 因為為什麼 一些人都總是有些 斯文和害羞 真是不好意思 真是 一屬人 哭得那麼緊 真是不好意思 但你宣教 那些人都不要計較的 他們 並且還有一種特色 他們有個排隊 看著你 都是在家裡看著你 但你什麼時候 騎到呢 他又會找你 所以這個是一個 非常好的經歷 讓大家去 有機會去看到聖靈的工作 那我希望大家能夠 留時間 留錢 去預備一些 去參與一些宣教 是會提升你的生命 其實我 真的在宣教中的經歷實在很多 其實我有很多影片 不過現在我們很趕 所以沒有空去給大家看 不過我可以傳給你們 傳給你們看一下 讓你們有些信心 那聖靈也都說到 神跡歧視是隨著我們的 醫病趕鬼 在馬歐福音十六章十七節 十五節就說到 你們往普天下 傳福音給馬民庭 是傳福音 即是幾時傳福音 都有這個應許的 信的人就有神跡 隨著他 就是有什麼神跡呢 奉耶穌明趕鬼 還有呢 手按病人 病人就不好了 誰可以有權兵按手啊 每一個都有 但為什麼我暫時不讓你們住 就是想你們釋放了 釋放完了 接著我們就開始做 所以你每天自己做 自己做釋放 每天都愛慕神 你可以六點鐘來到 我們一起做 然後呢 自己每天做 那你就可以將來 可以互相操練按手 但是那些是要參加 私容一點的那些 那些課程那些 那就鼓勵大家真的投入 即是不要只是來做聽講者 不要只是來聽講 是來受訓練 這樣才達到福興的目的 是不是 你只是聽 聽完未必代表行動 當你行動 你就發覺你做到事 神跡的目的是什麼 後面那裡講到 證實所存的道 神跡不是目的 神跡只是證實神的話 是真的 神是真的 神真的會幫人的 這個第一就是證明 第二就是 他的確令到他們 即時得到幫助 他的問題得到 書解 他覺得神很安慰他 很幫助他 正如耶穌也是 在他的傳道 我們發覺耶穌 門徒 和聖經的教導 都是繼續有神跡歧視 這裏都是講到 繼續有神跡歧視的 好 第二個重點就是 經歷神的作為 可以叫人信主 和叫聽見的人信主 聖經裡面有不同的例子 約翰福音十一章四十五節 就是講到 當耶穌叫拉塞路復活的時候 那些看來看 馬利亞的猶太人 見到耶穌所行的事 是多有信他的 即神跡 喧視到多人信耶穌 彼得叫死了的多家復活 《四輪傳9章4月2節》 傳遍到約帕,很多人就信主了 這裡說到神跡是可以叫人信主的 蘇羅也是見到耶穌 見到這個異象,見到耶穌出現 於是他又信主了 他之前是迫白基督徒的 接著這個經文告訴我 保羅的傳道 還有後面有不是保羅的傳道 都是有神的話語和神跡的 一起讀這三個經文是很重要的 羅馬書15章18節 除了基督值我做的那些事 我什麼都不敢提 只提他值我言語作例 用神跡歧視的能力 並聖靈的能力 使外邦人信服 這裡說到 他用什麼方法使外邦人信服 神跡歧視的能力 並聖靈的能力 前面也說到值我言語作例 就是兩樣的言語和作為 而作為是包括神跡歧視的能力 和聖靈的能力 其實我們有些人說 有一個教義叫做 恩賜終止論 有沒有聽過 他就說恩賜現在沒有了 停止了 神有時偶然做了一些神跡 不過是你控制不了的 但根據謝仙的經文 馬康福音十六章那裡說什麼 信得人必有 神跡隨著貪門 所以說到全福音到大 末日都是會有神跡的 所以聖經是說了有神跡 還有這個經文 我說的是很重要的 就是馬康福音十六章 如果有人說現在沒有神跡 那你告訴我 這裡說明 去普天下全福音給馬民聽 都有神跡的 另外在 在高倫德前書十二章 說到個人的恩賜的時候 保內也沒有說到會停止 所以是沒有根據 說到停止 那些人說停止是什麼根據呢 高倫德前書十三章 說到愛 說到 先知講道之能 忠必停止 說謊言之能 又必忠必停止 但他講到 是見到到時是 是面對面見神 等到那完全的來到 我們看的經文是說到 耶穌回來 但他們就說 不是完全 就是新約聖經啟示完畢 那時候就是完全了 那時候你就面對面了 那時候就再沒有 這些神跡歧視了 但這個聖經是很牽強的 就是很牽強 因為他根本是說到 完全的來到 現在好像孩子 那時候就成長了 現在好像對著鏡子 觀看很朦朧 到時就面對面了 所以這個經文是 並不支持 是講到 新約聖經啟示完畢 他說 新約啟示完畢 就再沒有神跡 其實這個是錯誤的 有神跡歧視 羅馬書十五章十八節 另外臨前二章二節 大家很熟悉的 我也一起讀 因為我曾定要主意 在你們中間不知到別的 只知道耶穌基督 並他丁十字架 這個很多人很熟悉 很多人就說 只是講耶穌和丁十字架 不過跟著你看下去 第四節 我說的話說這道 不是用智慧委員的言語 乃是用聖靈和大難的名證 教裡面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 只在乎神的大難 這給我們看到 寶羅第二節說 只知道耶穌基督 並他丁十字架 很多人就說 所以寶羅都不講聖靈 他們以為只講耶穌 不講聖靈 但你看起來不是 第四節說不是 他說他說的話 說的話說得到 不是用智慧委員的言語 乃是用聖靈和大能的名證 即是有聖靈和能力的名證 這裡說到聖靈的工作 他們的信是在乎神的大能 所以給我們看到 耶穌並不排斥聖靈 其實耶穌聖經之前 跟門徒說什麼 我要猜獻 另一位保衛師到你那裡 就是聖靈 所以耶穌和聖靈並不排斥 有些人說 他們是信聖靈 不是信耶穌 我們是信聖靈 其實不是的 我們一樣信聖 信耶穌 一樣是信聖靈 是神左派派來的 希伯萊書二章三節 這個經文告訴我 希伯萊書不是保羅寫 這裡很清楚說的 一起讀 這夠恩喜 是主真賜 講的 後來是聽見 這些人給我們證實料 神又按自己的旨意 用神跡歧視和法官的義能 並勝利的恩賜 和他們作騙證 保羅說到他的信息 是否從人領受的 在加勒太書很清楚說 不是 是神直接的啟示 他是直接啟示 但這裡說什麼 聽見的人給我們證實料 是不是 所以這個是說到下一代的基督徒 然後他們就說到 那些人是用神跡歧視和 百般的義能和聖靈的恩賜 和他們作見證的 那這裡就說到那些人 是聽見的人向他們傳福音 而那時候也是帶著聖靈的能力 所以這句說話不是保羅說的 而是其他的信徒 在當時這樣說的 好了 這個經歷聖靈報道法的程序 其實謝師傅已經說了很簡單的了 我們這裡再看一看 我們讀一讀綠色的字 綠色的字 一起讀 交談、聆聽、回應 這是第一個部分 其實這個 只是這個部分 已經可以有一個聆聽的報道 其實聆聽的報道是很有效的 怎樣叫做聆聽的報道呢 就是人說到她的不開心的東西 你就不要馬上教她 人很容易說 這樣做、這樣做 其實她不會喜歡聽的 很多太太都說 我一說給丈夫聽些甚麼 她就叫我 你這樣做、這樣做 你不用管那些人 你聽我的媽媽 當你聽的時候 太太陪你聽到的時候 你是不是覺得很舒服 不是的 通常覺得她 總是教我 所以我不想說話給她聽 因為說真的 她都是會教我怎樣做 所以教人並不是一個最好的方法 去令到她覺得被安慰的 而是聆聽她 專心去聽 不要聽得太久 聽的時候 又會額頭 又會有些回應 有個回應是一個 是感受的感覺的回應 好像神在生命冊 寫給王全道 以及寫Ezra Ezra 都是講到神的感受 神都是回應感受的 我們就回應她的感受 跟對方交談 聆聽她的說話 她的困難和感覺 留意她每一句說話背後的困難 她的感覺 然後回應她的需要和感覺 我們現在嘗試練習一下 譬如有個人說 唉 臭小子真的很難 小孩子現在不聽話 那你可以說些甚麼話呢 讓大家試試想一下 有誰想到可以大聲說出來 是 這句是很好的 這句是感受她的辛苦 OK 還有些甚麼話可以說 慢慢來 慢慢來 慢慢來是一句甚麼話呢 她又未很強 有一點指示她 慢慢來都是好的 好過我教你怎樣教兒子 你聽聽我怎樣教兒子 這就不太好 慢慢來都好 不過我覺得 最好都是用其他話 真是不容易 真是不容易 真是很難 她就感覺到感受 有些人說 我好像加強那些脆弱 那些已經夠脆弱 我就要加強那些脆弱 其實當有人會感受她的感覺的時候 她就覺得 在這個世界上有人明白我 有人知道我感受 你用這個方法 那些人已經會很喜歡和你聊天 那你就會很容易帶她吃耶穌 這個真是靈聽的報道 大家試一下靈聽的報道 其實你不用出去找那些不信者 你找你家人 你不用找的 總之她平日一說話的時候 你就回應她的感覺 這樣她是會很喜歡和你聊天的 那個關係會改善的 就算現在關係不是好 你用這個方法可以改善 但有些人說 她對我不好思 我怎可以這樣對她呢 就是很難的 心想整句一句 但是呢 當你越整句她就越不會和你關係好 但是你越是回應她的感受 就是關係越提升 所以這是第一部分 這是需要學習的 就是經常要操練的 好了我問大家 有哪些說話是不好說的 譬如說 哎呀 臭小子很難 我教你 我教你 是的 這是一句 還有些什麼 大聲一點 大聲一點 你這樣教就不行了 你這樣教就不行了 這是不好的說話 OK 其實大家都知道的 我想問問大家 如果當中我們有 結了婚或跟別人相處 有沒有發覺呢 周圍的人說話 都很多時候 有點響你的心 有沒有 有 那我想問 你有沒有有時候 你講的說話都會響人的心 都有 我們都不知道 不知不覺 就會響人的心 所以這些說話 我們就留心 小心不要說了 就爭關 什麼時候都是 真的 回應 感受人的感受 那你說 我不知道怎麼說 那方法是怎樣呢 你當你是他 你會有什麼感覺 那這件事 有些人都覺得很難 他會說 我是他 我不會這樣 那你就是 沒有辦法 吐入 你要感受你是他 你想像 你真的要照顧小孩 那些小孩不聽話 的時候那個感覺 要 就是可能 男人很難感受一個女人 怎麼照顧小孩 他很辛苦 你感受 那可能 你的太太給你試一會 你臭了 那你試過 那你就知道 那種辛苦 就是 越是跟多些人聊天 你就會 越容易感受到人的感受 好了 那第二呢 一起讀一下 分享 就是聽完之後 不要那麼快 就是 當前面那裡講完了 就是分享 分享什麼 類似的經歷 自己或者有人的 然後怎麼經歷到神的幫助 這個分享 這個分享 就讓他 就是有興趣 當然第一部分就是 他真的覺得我們關心他 回應他 然後你說到 我以前都試過是這樣 他說 是嗎? 以前試過嗎? 是的 你呢? 我以前怎樣 就先講那個痛苦經歷 然後後來 才講那個得意志 就是我第一句就說 以前我都是這樣 不過後來得意志 那他 耶穌幫我 那他已經說 不想聽了 你耶穌不想聽了 那你就說 以前我都是這樣 為什麼以前是這樣 我以前怎樣辛苦 或者我以前見過一些人都是這樣 就是講出一個困難 然後後來怎樣 就是在祈禱中 來經歷到耶穌的幫助 第三 邀請按手吐告 就是問對方 你願不願意按手吐告 來經歷神 就是我都曾經經歷過 你想不想呢? 這個第三 第四 按手吐告的時候 這個也是第三 在按手的祈禱的時候 就是整個靈魂 不要只用言語 整個靈魂投入 不過那時候 你就不能夠 只在那裡 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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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時候要改變 你現在我們叫你練習 就是這樣說 你到時就要說 主耶穌 你知道祂的不開心 主耶穌 你來到祂身上 但是你做的時候 這個路好像飄在天上一樣 主耶穌 你知道祂不開心的 你知道祂有重擔的 你知道祂一切的重擔 一切的煩惱 你的心很掛著祂 你很疼祂的 你用聖經的說話 但是用一個很真實來到祂身上 去在討告之中說出來 神真是天天都想念我們的 在祈禱的時候 也都是求主耶穌來安慰祂 釋放祂 在祈禱也可以求主耶穌 射免我們一切的罪 求耶穌做我們救主 在裡面你加進去 但你遲些才解釋 但在這一陣子都可以 求耶穌 射免我們一切的罪 我們有做得不好的 求耶穌 射免 洗淨我們的罪 拯救靈魂 祂祝福我們 好了 然後祈禱好了 就講這句一起讀 下面那裡 請你仍然閉上眼睛 請問你在討告中 有沒有什麼經歷 這句說話很重要 當然你讀的時候 就不是這樣說 請你仍然閉上眼睛 請問你祈禱中 有沒有什麼經歷 他有些人不懂得說 你就問他 有沒有覺得 心覺得怎樣 身體覺得怎樣 他都不懂得說 你有沒有覺得 心鬆一點 平安 舒服 他講的時候 如果他說沒有 那你就不要緊 你就不要說 你要投入一點 你就不要緊 不要緊 神一步步會祝福你的 慢慢來 不要緊 就是告訴他 也有些情況 有些人很迫切 身體很不舒服 你說 我都可以再為你祈禱 好了 第四 一起讀在上面 解釋經歷 邀請以後 讓耶穌祝福 就是用經文 耶穌將平安給你 讓你重淡 安慰你的心 就解釋給他聽 解釋給他聽 然後就 然後就問他 最後那裡 這些經文 要你知道聖經所說 要你知道神真實 真是祝福你 你想不想耶穌祝福你 就這樣問他 當他想的時候 你就解釋救恩 跟從主 有他願意的時候 A 第一就是向他解釋 耶穌的救恩 和我們如何得救 兩個是分開的 耶穌救恩 就是耶穌如何為我們死 他是神的兒子 降生做人 為我們爹十字架上 並且復活 和死女復活 並且升天 將來會回來的 他真是拯救我們的靈魂 我們如何得救 就是我們悔改 真心的悔改 認罪信靠耶穌 耶穌就卸免我們 耶穌就會住在我們身上 神就會以後祝福我們幾天 以及帶領祂做悔改 和信靠耶穌 做救主的祈禱 之後幫祂清楚知道祂得救 問祂有沒有真心悔改 求耶穌謝面 未祈禱之前都跟祂說好 然後祈禱之後 他說有 那你就告訴他 你真心悔改認罪 信靠耶穌 耶穌就拯救你 你已經是神的兒女了 神已經是拯救你 祝福你了 以及解釋給他 如何跟從神 好 在這裏我都會再解釋些少一下 關於解釋救恩那裏 裏面可以說些什麼 第一就是解釋這個世界有真神 你可以說什麼 這個世界真的有真神 祂真的會幫你的 那如果有些人是對神有疑問 可以解釋神的證據 這個就比較長的 你在網上看youtube 找耶穌斯 你就會見到我說神的證據有不同的 那第三 解釋救恩 解釋救恩是說到耶穌是神 降生做人 為我們避免十字架 按照聖經的預言 然後從死裡復活 然後升天 將來會回來的 是世界會末日的 會審判我們的 然後第四 解釋得救的方法 就是如何知罪 要知道我們犯的罪 得罪人 得罪神 我們悔改 信靠耶穌做救主 然後為什麼有得救的確據 讓你真心悔改信耶穌 你有得救確據 以及幫他跟從神 好 這裏就是下一步 有很多人 傳福音時候 亦都有一個錯誤的 給人的感覺 就是 我信就可以了 的確是信就可以了 不過信心是一定有行為的 那這裏講到一點很重要 就是悔改信主就得救 不是靠行為好 我一定要重複解給別人聽 不是靠你做得好的 是你信就 信就赦免你了 但是真信主一定會產生更生和好行為的 一定會產生改變的 那這裏我就講出一些改變 給大家有個概念 就是將來你幫助人 提升人的靈命 你都會講到這幾方面 第一 就是繼續知罪和對付罪 這個是真基督徒 就會這樣的 就是會 譬如你幫人成長 你不是只幫他看經文 告訴他 譬如你以前可能犯罪不覺得什麼 但是你現在覺得不舒服 這就是聖靈提醒你了 那你要知罪 去求耶穌赦免 去求耶穌赦免 去求耶穌幫你去怎樣處理那些罪 然後呢 知罪 第二就是信靠 說明信靠神的救恩 其實也可以說信靠神的各樣的恩典 第三就是親近神 因為真信耶穌的人就會繼續親近神 會讀經討告 被神帶領 第四就是愛神 臨前十六章二十二節 一起讀一下 若有人不愛主 者人可助可奏 主必要來 這個講的就是 聖靈講道 不愛主 可助可奏 所以我們信耶穌呢 必然對神有回應 不是好像想拿神的禮物 而是我真的會愛祂 因為第一條最大介面 就是盡心盡性愛我們的神 第五就是尊重神 第六就是生命的果子 和侍奉的果子 大家試記一記 如果大家在你的生命裡 都好像沒有這些東西 即是說你的生命都在很軟弱的狀態 我們試試記一下 就是知罪對付罪 一起讀一下 黃色的字 知罪對付罪 第二呢 信靠神 第三 親近神 第四 愛神 第五 遵從神 第六 生命的果子和侍奉的果子 這個對於你栽埔人很重要 即是說 不要只是說信耶穌 信耶穌有生命改變 但不是靠這些可以的 這個是真信耶穌之後會有的改變 好 這裡我們不說了 為何有強烈因高 之前我們都說過 很多為何有聖年充滿 就是會有悔改禮罪 信心 聖經 愛慕神 心靈愛慕神 還有其他的傳福音 還有按手祈禱 處理生命 這些都是會的 在這一陣子 我想示範一下 我們傳福音就不要做這個部分 不要這樣說 你說說你有甚麼困難 他就會覺得很奇怪 為何要我講些困難給你聽 不過現在為了祈禱 我即是為甚麼祈禱 你想像現在你是未相信的 即是我們現在示範 你是未相信的 那你就想想有哪一樣 即是以我的狀態 或者你現在的狀態 有甚麼不開心 或者重淡的地方 你可以說出來 我家人有很多問題 我跟家人有很多 很害羞 很不開心 我聽到你說 跟家人喊羞 不開心 都是會有時令你不開心 是嗎 是 有時都很煩 不知怎樣處理 是嗎 有時因為這樣而睡覺 半夜醒了都想起 那些問題 經常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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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挺大的影響 有時沒有事做 坐在那裡都會想起 所以這件事都是一個 都挺煩的 其實很多人 當家庭有些不開心的時候 是造成好像整個人 就算好像有錢 有工作 都好像欠這些東西 是嗎 是呀 好像整個人都很空虛 不知怎樣 總是做甚麼都想起一些事 又想起家人 想起今天又和他們喊家 又不開心 是 怎麼可以好些 所以這是一個困難 我都告訴你 我曾經都試過家裡很多問題 真的家裡很多吵吵 吵架 吵架 不開心 都幾煩 都幾煩的時候 但是後來 神給了我一個很大的改變 我現在的家庭 婚姻非常明顯 很開心 每天都這麼開心 好像在天堂那樣 真的 真的 每天都好像天堂那樣 每天都好像回到天堂 每天都好像留在天堂的狀態 那我自己又經歷到神很真實 來到我身上 將我的重担 以前我都很多 即是都押住的 有時抖了好像石頭那樣 是呀 我現在整天都是 整天都是 那 那 真的在祈禱 整個人都鬆了 我還有一次試過有個人 問我在祈禱 即時感動到我 很緊要 整個人感受到被我 立即很感動地哭 接著整個人都鬆了 那你想想都經歷一下神這種 帶給你的 令到你的心鬆一點 讓你睡得好一點 讓人開心一點 當然想 非常好 非常好 那我解一解給你聽 關於聖經裡面講到 就是 神是個靈 所以我們用心靈 成神來敬拜 即是說 整個心很想神幫你 那心很想 很感激神 你看那些花草雪木 有沒有覺得花草雪木漂亮 不是這麼覺得 不是這麼覺得 因為我很少見到花草雪木 那你又會覺得 吃東西好吃嗎 你喜歡吃東西嗎 喜歡 喜歡吃東西 其實吃東西都是神創造的 你喜歡睡覺嗎 我很想有得睡 但我睡不到而已 睡不到 睡覺都是神創造給我們的禮物 神其實是一個很好的神 是真的祝福我們 那你就用心靈 整個心靈去 多謝神 很喜歡你 就是這種心態 放鬆的人 然後我會為你按手 我祈禱聖經 因為我講到按手 即是手按在你的肩膀 或者在你的頭上 你想不想我為你按手 祝福祝福祝福 可以讓神的平安來到你身上 好的 好的 好 請你閉上眼 你可以這樣 可以這樣 你這個心 很想耶穌去幫你 很想耶穌祝福你 的時候 神真的會來到你身上 好 我會為你按手祈禱 我自己來講 我一這樣講 我就開始心靈 湧在神 整個心 做好準備 才按手 為甚麼呢 因為 你在恩高的狀態 一按手的時候 他立即感受的能力 是比你更容易 按手之後 慢慢來 有分別的 即是甚麼意思呢 當你已經四年充滿了 一按的時候 他即時會感受到神的能力 他就容易留意到 但是 如果你按手慢慢 慢慢開始投入了 經過五分鐘之後 他開始經歷 他就覺得 他不留意到 到底是否 他一時的經歷 所以 可以怎樣呢 一個方法 就是 在這一陣子 先帶他一個祈禱 我們一起祈禱 黑迷眼 親愛天父 多謝讚美你 我心一勞 湧一勞 神我 因為你很愛Ricky 將祈禱 帶到他身上 你很愛Ricky 你見到他 家庭裏面 有那麼多不開心 你現在心裏面 是為他傷心的 你知道我們每一個人的痛苦 憂傷 你知道他有時睡不到 心黏著 是不開心的 神你呢 是心很愛他 很關心他 你知道他的需要 你今天呢 是定義來祝福他的 其實你賜給他信心 看得到呢 神所創造的一切 都是出於神的愛的 神創造的食物 這麼好吃 創造的那些 鋼油的水果 那麼多我們喜歡吃的 鋼裏的食物 都是你所用愛創造的 我們感激賺給你 待會我為你按手祈禱 因為家營的緣故 他心裏面是不開心 有重膽 但是主耶穌你知道的 你關心他的 你很想他得到釋放 因為聖經裡面說到 你是來醫好傷心的人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所有傷心的人 你都能夠醫治 並且你說 煩勞苦 擔重膽的人 可以到你那裡 你就使他們得到安息 神啊 你可以叫他的重膽得到安息 求你在這一陣子 將他的重膽拿走 將他的不開心拿走 醫治他的心靈 多謝天父 多謝你 因為你關心我們 你不只是在高天上 你是來到我們 每一個人的心裏 去祝福我們 求你入他的心 祝福他 加力量給他 多謝天父 多謝主耶穌 多謝主耶穌 因為愛我們 為我們釘在十字架上 為了救我們 脫離一切的罪和痛苦 求主耶穌 你來到 射滅我們所有得罪你的地方 得罪人的地方 求主你來到 安慰Ricky 祝福他 釋放他的心靈 醫治他 請教他 多謝主耶穌 感謝天父 祈禱奉主耶穌 聖名 阿門 請你仍然閉上眼 我想問一問你 在祈禱的過程中 你有甚麼感受 心比較舒服 謝主 心舒服了 聖經所說 就是把勞苦擔重擔的人 那些重擔拿走 而且耶穌 真的把平安賜給我們 真的會來到我們身上 除此之外 你有沒有覺得身體有甚麼感受 感覺上 好像有些輕飄飄 有些亂意 有些亂意 這也是聖經所說的 祂叫我們肉身安而居住 神真的叫我們的身體舒服 這就是神很真實的 來到你身上 耶穌能夠一會兒祈禱 來到你身上 你是不是說耶穌很憎 你是不是以後祝福你 想的 感謝主啊 真的很開心 聽到你會想 天上的天使都為你開心 聖經裡面說 如果你真心在這一陣子 跟我做個祈禱 你真心悔改認罪 求耶穌赦免你 耶穌立刻入你的心 祝福你 那你以後祈禱 神就會幫你 你想跟著我一句句地祈禱啊 好啊 當你真心地祈禱 耶穌立刻拯救你 你就立刻得救 所以你真心去悔改 我認罪信靠耶穌 你跟我講一下 大家都一起講一下 給大家練習一下 親愛的天父 親愛的天父 我感謝你 我感謝你 讚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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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走我們的重答 你叫我們肉身安然居住 多謝天父 你這麼愛我們 關心我們 我們承認我們是一個罪人 我們有得罪個人 想過不好的事 有傷害人的心 有發過脾氣 講過謊 有貪心自私 求耶穌赦免我們的罪 我們有無全心敬拜真神 求耶穌赦免我的罪 求耶穌入我的心 做我的救主 將永生賜給我 並且以後祝福我 叫我越來越開心 愈來越興奮 愈來越享受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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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祈禱奉主耶穌聖命 求耶穌聖命 阿摩 阿摩 你這先祈禱的時候 有無真的想耶穌赦免你的罪 救你的靈魂 有 有 那先恭喜你 為何呢 當你真心悔改信耶穌 他真的進入你的心 即時會來到你身上 我這先祈禱稍為長些 但我現在想教你一個短的祈禱 好嗎 那你回家可以記住 你再一次 我帶你一個短的祈禱 都可以一起跟我講 求主耶穌赦免我的罪 求主耶穌入我的心 求主耶穌入我的心 做我的救主 多謝天父 讚美主耶穌 求耶穌祝福我和我家人 求耶穌祝福我和我家人 求耶穌赦免我的罪 求耶穌入我的心 救我的靈魂 讚美天父 感謝耶穌 求耶穌祝福我和我家人 周圍的人 神就聆禱祈禱 平日可以多些讚美神 感謝神 你又可以介紹 你去一個聚會 適合你去認識耶穌更多 好嗎 我都可以幫助你如何處理 你裏面的不開心 可以和家人的關係如何改善 我很感謝你有這個心 天上的天使也為你開心 多謝你 因為第一次祈禱的時候 我就不會 甚麼都說給他聽 簡單一點 因為你說得太複雜 他聽得太複雜了 再講的時候才解釋 再解釋清楚 我之前所講到 講到救恩詳細講 我就不敢詳細講 我只是帶領他 去信靠耶穌 悔改認罪 信靠耶穌 但當我再解釋的時候 我會這樣解釋 一起讀一讀 交談 聆聽 回應 第二 就是分享 第三 邀請放手 祷告 這裏都是祷告的裏面 第四 解釋 經歷 邀請以後 讓耶穌祝福 即是解釋 祂經歷到甚麼 第五 解釋 救恩 和跟從主 即是解釋救恩 然後 這裏我講到 帶領祂做這個祈禱 其實裏面有講了 解釋救恩 和帶領祂做這個祈禱 回音 快點 回音 離任